上年秋天又去了首爾旅行一鑽 主要都是去吃東西,景點就沒什麼 所以這次一連三集就和大家分享早午晚三餐去哪裏吃 不用多說,大家都知道韓國早餐必吃是有這兩間吐司 各式各樣的口味,你又會喜歡哪一間 之後有飯卷天國,每間的分店菜式都有少少不同 這次選中這間是用紫米做飯卷 比起一般更健康,味道口感都不同 還會有明凍餃子,Suchabby 這些韓國代表美食 而這次當然不會吃那麼少,還試了西式早餐 第一間是位於安國站的Onion 這間是用傳統四合院設計而成的韓屋咖啡店 內外環境優美舒適 很多位置角度都很適合打卡拍照 而且咖啡的麵包款式新穎,選擇非常多 有不同的特別造型 超多人都會買這款糖霜山麵包 而我選擇這款草莓攤,配上裡面的吉士醬 味道都不錯 不過假日人流真的很多 如果想靜靜地坐下喝杯咖啡 這裡真的有些難度 第二間就是位於光發門站的Bills 這間是來自日本 更有世界第一美美早餐之稱 必食當然是他們經典招牌早餐 裡面有煙肉,香腸,炒蛋,蘑菇,番茄,多士 份量豐富,味道美美 他們的炒蛋確實挺香滑 不過價錢真的很貴 另外一定要叫這間Hot Cakes 入口口感非常鬆軟綿密 濃郁的芝士蛋香 真是必食之算 不去日本的朋友們 都可以來韓國試試這間 當起床已經是2、3點的時候 又不知道吃什麼餐好 都可以去益善動的咖啡店 吃件甜品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第三間就是東柏羊果店 以懷舊復古風作為店內的主要設計 排隊等位時已經見到他們的必叫之選 第一間就是草莓梳芙莉鬆餅 一層層的試過效果一流 超厚的奶油忌廉 草莓醬酸酸甜甜 兩層的梳芙莉都是很鬆軟 而各款的飲品造型都很精緻 吃東西拍照打卡,加上排隊 在這裡可以足足用了3小時 所以如果沒有耐性的朋友們 就不要選擇這一間 因為在這裡什麼都要等 第四間是Soul Coffee 這一間都是以韓屋裝修為復古風的咖啡店 招牌的食品有方法雪糕和甲心紅豆麵包 不過我就試了他們的綠茶lotte和Tiramisu 裡面是綠茶忌廉蛋糕 味道超濃郁,很好吃 不過我就不太喜歡這種開揚的座位 不適宜談心了 如果喜歡吃麵包類 第五間有很受歡迎的Miu 他們的麵包款式都很精緻 我買了一個最基本的牛奶麵包 吃了幾天都是很軟 另外這裡也有富克霞 原味奶油忌廉香滑 走過一定要買過來吃 一線動的面積都算大,選擇又多 但每條細巷都是充值大量的遊客和韓國人 所以一定要早點來避開人群 這樣就可以休閒地吃個早餐 以上所分享的餐廳其實什麼時候都吃得 最主要都是你如何計劃行程 看完又喜歡的朋友們 記得給個like和share出去 想知道午餐晚餐還吃了什麼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吧 也可以記得訂閱這個頻道